介紹我們隔游美食 不論是韓市長選前到鹽城吃美食 或是去博爾新創基地 來啦 你今天也來幫忙坐一下 恰巧都在捷運西子灣 還有鹽城普站一帶 不少韓粉跟著市長路線走來旅遊 都在抱韓流 所以我們就是要支持他 所以來這邊旅遊 我們去吃鴨肉蒸 然後鴨肉麵 那個什麼鴨肉麵線 尤其今年春節 高雄捷運輕軌搭乘量 都創新高 財報當然也很漂亮 107年盈餘6088萬元 但今年12月盈餘就有3800萬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0萬元 高捷也宣布 從4月1號開始 員工加薪2.7% 而這也是11年來最大的調幅 當然是在受惠於市府大力行銷 我們高雄推廣觀光跟大眾運輸 讓我們的運量屢創新高 高雄捷運載客量屢創新高 超像是韓國瑜選錢造勢 南岡山捷運站 單日就湧入了14000人 是平常的三倍 選錢之夜在夢時代的造勢 也讓凱旋站單日破2萬人 而今年初三 捷運的總單日量更飆到了 374446人 創下春節紀錄 2月總載運量更達到了 584萬人次 創下歷史的單月新高 旅創佳期 現在高潔也宣布佳期 拼經濟 拼觀光奏效 員工最有感 記者洪富人崔德馨高雄報導